好几乎 雷海万劫 吻死天道 最爱当诸 神王 你是纵横神界无双 但 独立将天道吞噬 就算你是神王 也不是无尽对手 是吗 那本座今天 就要将你斩碎在虚空 神王 这样下去 你也会神魂自灭 还不速速烧潮 神王 我是你逼本尊的 无影无神 不暗训星空之门 让万物战场在线之间 千万年后 无地能再不归来 不只是只有你 才能无上能回答 今日本座能击败 千万年后 本座依旧可以 教你正杀 萧家四子萧义 已无法绝心五魂 废除萧家四子之位 并逐出萧家 此后 莫得路走赌 身为萧家第一天才 如今连五魂都无法觉醒 一连觉醒十次 觉醒时都没有反应 说他是废物 都抬举他了 还天才 废 萧家的脸 多让这废物给丢尽了 萧家 在我们萧家年轻一辈还未绝心五魂之时 是我为萧家征战四方 夺取的资源 夺自受伤 甚至切字写些丧命 就因为我无法绝心五魂 你就要将我捉住萧家 那都是你过去的功绩 与现在无关 好一个与现在无关哪 既然你已经有定乎 答应我一个要求 办到我自己会捉住萧家 说吧 我走以后 照顾好妹妹萧青龄 还有我未婚妻白脸 他们两个都是我最爱的 这一点你能做到 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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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就是一搞废人 没有这个跟我谈求你 谈官吧 再多言 本着老我去把你 和你那个哑巴妹妹 交出萧家 你还要六等五魂 成龙神木可得天地之力 使修行一日千里 能够九五之尊 你这死哑巴 还有怎配得上如此绝世之宝 就应该是属于我 白脸 你干什么 你可是孙明未来的嫂子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她 我当是谁 原来是刚刚被背了世子之类的狗 废物 一个连五魂猫绝醒不了的费物 也可以娶老娘 除了萧浩天世子 老娘谁也看不上 白脸 你什么意思 在你舍不得碰老娘的时候 老娘 老就是浩天世子在这儿了 你们两个都在愣着干什么 还把她给我拿下 你要干什么 别碰我 小野 你一直是你这妹妹如蜜 对吧 白脸 你有什么时候冲着我来 别动轻量 别动轻量 重鲁神木 莫得到了重鲁神木 也就是天地之间 我就是无上之子 害你 你个贱人 我必杀了你 你一个废的 你敢杀我 你心妄想 这是哪里呀 这是哪里呀 大道苍茫 仙徒鸟 太独一剑 斩人间 好苍茫的剑气呀 一个只有楼椅之力的凡人 却能够唤醒他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办的 请问你是 你想让他成为你的武魂吗 武魂 他若成为你的武魂 可祝你修为一日千里 成为天地主宰 我 先别急着打你 在你之前的百万年来 一共有一万三千八百七十二人士 但他们都死了 若是融合失败 必死无疑 你愿意 又死了 我不能死 你从来没有到我 我不能死 你竟然融合了天珠 仅仅凭借一副 接近凡人的神学 均嵐能融合上路至尊天珠 简直不可思议 此等毅力 也算是凤老龙脚 我都是太美 此与机缘 实力虽弱 但你的毅力不错 千百万年来 你还是第一个能将天珠 融合成五魂的人 这两道剑气赠云 可助你摆脱困窄 去 妈的 这小弟算得太好了 就这样活没了实在可惜 我咋对了 先说说再说 动作快点 等会咱们还要参加比武大会呢 据说各大动作的年轻上者都会来 还有宗教大人亲自挑选弟子的 把我别当的大神 是是是 多精致啊 我受不了了 咱来 看着我妹妹 最该我死 这废物都死 这是圣体武威呀 武魂 你觉得有武魂 居宋 静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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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啊 我是哥哥 静灵 你放心 哥哥问我图法光明 找你的眼睛吗 嗯 嗯 我一个人 我杀了你 嗯 嗯 齐静灵啊 哥哥已经觉醒了武魂 以后 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们了 嗯 走 哥带你回家 嗯 嗯 嗯 生平武魂 再现世界 活生肖一般 有传人了 哈哈哈哈 圣品武魂 那不是传说之中的存在吗 真的会有人觉醒 而且 他真的会来我们神宵吗 好 只能属于我神宵的 这就是 古诗之显书的圣品 武魂 就有些意思 哦 你看看 这小小的黑岩城 那圣品武魂 真是 圣品武魂 是圣品武魂 那你就